在领导决策的模式的部分 马蔡有各有质疑 当然这个马英九质疑的还是蔡英文身边的人 都是这个陈水扁的人马 而蔡英文今天也提出一个质疑 她说马总统的决策模式都是小圈圈 有人越拳指挥 当然这句话似乎是暗批所谓的马金体制 不过随后马英九就反驳 她说她的决策圈很大 是蔡英文自己没有看到 针对马总统的决策模式 蔡英文主动发动攻势 在过去的四年 国民党有三个本质没有改变 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公不义的党产没有改变 买票会选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负面选举的手法也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就是马政府变成小圈圈的决策 甚至是体制外的人越权指挥政府 破坏国家体制 说我们小圈决策 我们决策的体制其实是蛮大的 只是蔡主席不知道 蔡英文没有点出名罕信 但是聊拨到马团队中的小圈圈 是不是指金普通 不得而知 但这个问题让宋楚瑜也很有感觉 坦白讲蔡主席您大概也深受其苦 您在跟民进党之间的这些沟通 也发生一些困难 马总统真正值得我们大家需要提供 他的一些建议的是 这将近快要四年来 他有没有很诚心的 跟其他的在野党好好去沟通 你的重大的决策 是少数几个人决策 有没有跟国民党内部好好去做好决策 我在做省长人类 没有一位民进党的公职人员 批评过宋楚瑜 宋楚瑜左匹马右打菜 各自都有小圈圈 最后在自个儿捧了自己一把 小圈圈怎么话 民众都很好奇 但话题点到为止 周特北众后报道